今天婆婆也资源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婆婆上场 请 娶这个媳妇过门的时候 您有没有主动地想过给她们办一个婚礼 主动想过 开始我挺喜欢她 对我也挺客气 她们到什么边也我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您想要给她办个婚礼 最后没办成 在您这儿出了什么问题 美女厅婚礼的原因就是 回来到大前三十 他们俩打架了 他们两个吵架了 所以婚礼没有 打了以后呢 我把儿子捡出来 他就拿那鞋光杯子砸到我头上 你又开始撒谎了 你这个老太太 当时打架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 你能不能说点真话 是我拿杯子打到你头上了 是不假 我承认 这个事情是有 当时是你儿子赌博在外面欠的钱 他没要过这个钱 他问你要 问你要这个钱 给你了 给你了以后 他就开始找事 我就说了他一句 把我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鬼 我回手一拿杯子 我砸他 我也没去砸你 所以我砸到你头上了 我也当时给你赔礼道歉 我说哎呀老娘老娘 对不起 我这我不是故意 你咋能管说是我 先就一下就说到 我把你砸住了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你咋不说你儿子打我呢 你跟满个亲戚人都说 是我把你儿子打了 把你给打了 那肯定 我就叫我站到我的里头 这个媳妇我也不要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 有一个三斤 三斤 我当时他说了 我在人家四年了 我这三斤怎么解决 我当时还不明白 三斤什么事 那是都是租了房子 给他做了店 我跟你说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说人家 我说人家都结婚 我说人家都有三斤 你不就有三斤吗 三斤我给你 这是老太太 这是当时的原话 这是我们俩当时的原话 阿姨您做过这样的承诺吗 刚开始 结婚证 以前他说过之后 我也答应过 原来我也喜欢他 但后来嘛 就是他们成朋友的话 领了结婚证 我就是看了 这个结婚证和年不符 我问儿子这是咋回事